嗨 欢迎来到Akabo Tea 用一杯茶的时间看世界 今天是1月6号 1月6号 你可能觉得有什么特别啊 1月6号在欧洲 其实是一个普遍被庆祝的 一个基督教的节日 它叫做三王节 Dia de Reyes 英文又叫做Empiphany 主显节 这是圣诞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节日的起源 还有我和这边的人是怎么过的 什么叫做三王节 根据圣经记载 耶稣降生的时候 有几个东方的智者 看到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上 有一颗非常闪亮的星星 于是就跟着他 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的地方 经过长途跋涨 在1月6号终于抵达了 然后献上了三份礼物 因为礼物有三种 所以呢 推测有三个智者 又叫做博士 或者是国王 这后来呢 就成为了三个国王 送小孩礼物的这个传统 在那边发简单的糖果饼干啊 小玩具 有一些 现场的音乐啊 打鼓啊 镇上呢 还会设有一个 信箱 让小朋友可以写下愿望 然后投进去 晚上的时候 在门外放鞋的这个地方 放一些食物 给三个国王吃 听说其中一个爱吃甜食 然后就要放一些甜点 然后你可以放胡萝卜 在鞋里面 或一些稻草 在鞋里 在鞋旁边 给国王的骆驼们吃 然后就去睡觉 6号 早上就可以看看 有没有收到 你最想要的礼物 大人的话呢 则是出去狂欢一晚 跟朋友出去聚餐 然后可能晚上出去跳舞 可能晚睡之后 有小孩的要早起 因为要把门外的食物收起来 让小朋友觉得是 被三王吃掉的 之后呢 全家可以一起享用 传统的甜点 Roscon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Roscon呢 一般我们拿来就是切几份 可是有时候切 会切到一个东西 一个硬硬的东西 然后他们才跟我解释 哦 因为这个是传统 里面会有一颗扁豆 和有一个国王造型的陶瓷娃娃 你如果吃到豆子的人 要付那个Roscon的钱 那如果你拿到国王的陶瓷娃娃 你就可以带上纸做的皇冠 你就可以享受一整年的好运 所以我切的时候切到了一个 一个王的样子 然后我吃的时候吃到一个豆 所以就互相抵消了 我们去年是买两个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吃这个 两个不同口味的Roscon 不知道今年会吃到国王还是扁豆 嗯 晚点再跟你说吧 今天先这样咯 拜拜